向伟大的救主敞开心扉 思不真 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至十三节 凡接待他的 就是信他明的人 他就赐他们权柄 做神的儿女 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 不是从情欲生的 也不是从仁义生的 乃是从神生的 蜀天真理是独一的 但是有许多方面 当你从一个角度去看着真理 你就会转换立场 尽管你所看的真理是同样的 但你会惊叹 从另一个方面看 这真理是那么新鲜 今天上午 我们试着向你展示了 耶稣基督如何接待罪人 今晚 我们要努力讲明 罪人如何接受基督 愿圣灵给我们能力 救恩首要在于 耶稣接纳罪人 赦免 洗净他们 让他们成圣 保守他们 让他们完全 这确实没错 但是 同时 罪人也要接受基督 在罪人这边 也有一个动作 极蜀天恩典 迫使他敞开心扉 接待耶稣基督 耶稣进来 住在他心里 在那里做王统治 圣灵使我们的新蒙恩 预备好接待来敲门的朋友 然后 他来与我们一同吃宴席 我们与他一同吃宴席 今晚 我们要探讨 这处经文 向我们展现的主题 首先 我们要简要地描述 罪人如何接受基督 其次 我们要讲述 接受基督 带来的特权或能力 第三 罪人接受基督 罪人从上头重生 不是从人一生的 乃是从神圣的 这件事涉及的巨大变化 一 罪人接受基督 意味着什么 我们先来看 罪人接受基督 是怎么回事 我们会很简略 其实也非常简单 接受基督 包括几件事 如果一个人 要接受基督 首先 他必须接受基督本身 圣经启示基督 是怎样的 他就要把基督 当作怎样的 圣经一再教导 耶稣基督 是以马内力 神与我们同在 神在肉身显现 耶和华以人的样式出现 道 经上说道就是神 以肉身显现在人中间 他们见过他的荣光 尽管他不坚持 自己与神平等的地位 反倒虚极 娶了奴仆的形象 成为人的样式 腓利比书二章六至七节 神竟然让人 与他自己如此紧密的联系 以至于真成了 既是人 也是神的一位 异教的智慧之事 一开始听到 这种教义 肯定会觉得新颖 且让人吃惊 但你必须接受 否则你无法接受基督 我的主不会满足于人 承认他本身可爱 他的教义纯洁 他的道德教导 无比出色 他不会满足于你承认 他是古往今来最大的先知 他不会满足于你承认 他是天上来的教师 因其美德 现在特别被高升到天上 这些都没错 但不够 你必须相信 他这个童真女所生 并且在伯利恒 由他怀抱抚养长大的人 是神 是永恒的主 无始无终 你若不相信 他既有人性也有神性 就没有真正接受的 其实 你若不接受这一点 那还有什么可接受的呢 救主如果没有神性 就不是拯救我们的救主 如果他仅仅是一个人 那么不管他有多么出色 怎能救自己的同类 比如你我 脱离罪呢 如果他跟其他富有美德的人 是一样的 那么他担负我们的罪咎 跟我们自己担负 有什么不同 天使在人类罪行的重贷下 都会蹒跚 那么有一个完人 来背负的话 就更困难了 担负罪债 需要这种有力的肩膀 背负大地的支柱 这样才能背得起人类的罪 将其驮到无人纪念的旷野 立位记十六章十节 你必须接受基督 尽管他是人 但也是神 这样才能靠他得救 不过 亲爱的朋友 仅仅相信 这条教义 救不了任何人 有许多人 无需惧怕 亚谈的修信经的咒诅 也无惧用许多表达 基督神性的教理 来测验自己 只有不接受 基督耶稣本身的人 才会惧怕 人可以相信 另一个人 是聪明的医生 但如果他对其有私愿 可能拒绝接受 其医生身份 如果一个人 要正确地接受耶稣 接下来 他就要接受 耶稣所有的职份 我们当赞美的 主有三个主要的职份 我们看到 经上说 他是先知 祭司 君王 人必须乐意 接受他的 这三个身份 作为先知 他教导人 凡他从神领受的 都显明给人 我愿意遵循 他的教导吗 我把他的话语 以及他借着 使徒传下的话语 当作指南和准则吗 我有一条教义 被有些人称为 一端邪说 但我认为是正统教义 但我能诚挚地说 这条教义 是耶稣基督教导的吗 我把它和他的教导 当作自己遵守的真理吗 我发现 一间教会 持守一种信经 另一间教会 持守另一种 我是否这样看待 这些教义标准 只要信经信条 遵循基督 我就遵循这些 信经信条 但我的信仰 不会屈从书籍 主教 总会 长老会议 我必须首先知道 这些人的教导 是否与基督的教导一致 他才是我的夫子 我的先生 不管你是加尔文派 还是阿民念派 或者其他什么派别 亲爱的朋友 首先 最重要的 你是基督徒 跟随基督的人 你接受他作为 向你显明有关神的事 并启示的伟大真理的讲解者 你会告诉我 你有自己的系统神学 只存在一种系统神学 就是将是为人的基督 耶稣的系统 你是否消除所有偏见 和自己想象的念头 接受我们的主是真理的伟大化身 最真 最好的神学系统 就是耶稣基督 如果你学习他 就有了全部真理 没有多余 也没有缺少 他是真理的模子 你预备好了的心 要拿去放在里头 按他完美的智慧 来塑造形状 我们的心必须接受 他是神的真理 你是真理 唯有你的话带来真理 我向你敞开心扉 唯你是从 如果我接受耶稣是先知 我必须也接受 他是祭司 其实他的主要工作 就是做祭司 他来让人从罪中洁净 他在神面前献上挽回祭 除去人的罪咎 如果我不愿接受 他做赎罪祭 那我把他视为楷模 也是徒劳 他赎罪的十字架 与他自己密不可分 我们绝不能只以基督为荣 而是要以定十字架的基督为荣 否则我们就一定会 与他的仇敌走一路 耶稣必须是我得赦免的唯一根据 我必须把所有人类的祭司丢到一旁 我必须弃决信靠任何形式的祭司制度 不管是罗马天主教 圣公会 还是其他任何形式 我自己绝不当祭司 也不会把任何人当作自己的祭司 我必须仰望耶稣基督 以他为我信靠的唯一祭司 注意 我的主有独一的祭司权柄 他只允许我们 他的子民 以他为祭司 所以 我们无一例外的都能说 他使我们向神做王 做祭司 启示录一章六节 但是 任何形式的祭司制度 尤其是把祭司权柄 陷于特定的一般人 比任何教理都更被离基督教的精神 每一个重生的人 都因与基督耶稣联合而成为祭司 但是离了这种合一 还想当祭司 就是背叛 除非你接受 他是神的受高者 向他托付我们灵魂得救的唯一祭司 否则 你就没有跟真正重生的属神儿女一样接受他 其他祭司都弃绝 律法 献祭也放弃 只有流血羔羊 能做这大功 一切赞美都归的 也为他爱我 为我活 为我死 如果我以主耶稣基督为先知和祭司 我也必须以他为王 效忠于他 他洁净哪里 就在那里做王 他不满足于紧紧教导我 还要统治我 听到的朋友们 你们怎么说 你要献上身体 灵魂完全由基督统治吗 他的律法是否约束你的良心 在你生命中施行出来 你现在是否在检查所有人心的主面前说我渴望凡事蒙他引领 顺服他绝对的掌控 除非你甘愿如此 否则你不能真的接受救主 神差的儿子来不是传罪的 他会赦免你过去的过犯 但你将来必须顺服他温柔的统治 当一嘴亲子 这是最初的福音诫命中的一条 当一嘴亲子 恐怕他发怒 你们便在道中灭亡 因为他的怒气快要发作 诗篇二章十二节 那时有些人说 我们不愿意这个人做我们的王 路加福音十九章十四节 想想他们的下场 背上他轻盛的恶 在他爱的宝座前屈身 伸手摸他属天恩典的银权杖吧 他是你的主 要敬拜他 要在你灵魂的宫殿里给他加冕 让他在你情感的宝座上做王 也为他是天使的王 也该是人的王 无上我王 我跪拜你 甘愿顺服在你脚前 其他的主我都不要 我只顺服你的统治 我心爱慕救助我王 效法天上蒙福众君 亲爱的朋友 今晚我们这样 接受基督所谓先知 祭司 君王了吗 如果没有 那么谈什么接受耶稣基督 都是无用功 我们不认识他 他也不认识我们 我们的主不可分割 不能撕裂 你必须完全接受他 不然就是根本不接受他 你必须承认他所有的职份 否则他不会住在你家 但是 一个人可能同意这一切 却不接受基督 这一切都是必须的踏脚石 但我们必须更进一步 我必须接受耶稣基督 让他对我来说成为这一切 我必须把自己交给他 也接受他作为我自己的 与我关系亲密 对我有影响力 别人的基督救不了你 他必须是你自己的基督 你习惯去敬拜聚会 也许你想 我跟其余人一起去了 所以外事大吉 当你听一场讲到 那是对大群会众讲的 而你满足于分享到一点点 其实是非常少的一点点 那么除非真理临到你个人 就像对你单独讲的一样 否则你听到就听不到 什么有用的 救恩的门很窄 两个人手 碗手是挤不过去的 你必须独自穿过 永恒生命的门 就像你穿过 肉体生命的门一样 你不仅必须要认为 如此这般的事是正确的 而且也要感受到 他们对你而言是真实的 如果你接受我们亲爱的 就属主为先知 那么他会开始执行这一职份 会告诉你 你生来就是失丧的 堕落的 败坏的 对此 你信吗 你是否相信自己 真的被神的律法定罪 不是流氓阿非 娼妓窃贼 而是你自己 你认定堕落的教义吗 就你自己而言 人性败坏的教义 是否真切 接下来 他告诉你 除去你罪的唯一方法 就是借着他的宝血 这血与你有关系吗 你信靠这血吗 这血洗去了你的罪吗 你若不信 他流血是为你的罪 献上挽回祭 让你在至高神面前洁净 那么你就是还没有 把主耶稣当作祭祀 除非你亲自顺服耶稣 否则你就是还没有 真的接受他做你的王 在一切别的事上 人们都很自私 只有自己占有了 才能满足 那么在宗教信仰的事上 他们为何不这么留心呢 他们不会为银行库房里的金子欢喜 他们渴望自己的银行账户上 有大笔金子 他们不会因为伦敦酒店 有一场饕餐盛宴 就觉得自己吃饱了 他们希望看到自己的餐桌上有盐洗 但是在更加重要的永恒之事上 人们仅仅满足于泛泛之谈 当然我们是基督教国家 多美妙啊 当然我们全家都去参加聚会 我们不是异教徒 我们生在基督教国家 确实是基督教国家 我们必须承认 真的是基督教国家 确实是基督教的 看看我们豪华的大酒店 看看我们的离婚法庭 这算什么 既然国家的富足 不能抵消私人的贫穷 那么国家信仰 怎能满足个人的良心 然而大多数人 根本不在乎自己的灵魂 他们满足于泛泛之谈 不触及具体的 和关乎个人的细节 为什么他们在其他世上 那么具体 在信仰上却不这样 为何他们在金银 土地 财产的事上 寻求个人利益 却把天堂和永恒 当作众人共享的事 如果你没有亲手 抓住基督 生言他属于你自己 那么你就还没有 真正接受基督 你必须为自己 真的抓住他 如果接收的人 没有拿住所接收的物 那就谈不上接收 水是倒进盆子 因而 所接收的一切 都包含在受体之中了 同样 基督耶稣 必须确实进到你里面 与你的灵 结成有意识的个人关系 在你身上做工 影响你 否则你就是 还没有接受的 我盼望 没有把十分明白的东西 弄得复杂 在进行解释时 人有时恐怕会像 有个不错的神职人员 在编辑颁扬的 天路历程 实所做的那样 他在自己的会众中 走了一圈 问一位好妇人 你理解班杨的 天路历程呢 明白啊 很清楚 真的 妇人回答 但我盼望有一天 我能明白你的解释 也许你们也会这样说我 说你很明白经文 但盼望有一天 能明白我的解释 来 我真不知道 还要怎样讲 才更清楚明白 我希望非常明了地说 我们必须把主耶稣基督 当作神来接受 按他所有的职份来接受他 按他担负的所有这些职份 将他接受到我们里面 接受基督这件事的精髓 在接下来这句话中 我们必须信靠他 这节经文解释了 什么是真的接受基督 就是信他名的人 接受就是信 或者换个说法 就是信任 依赖 信靠 这是世上最简单的事 但因为太简单 成了自然人最难做出的行动 难道一个地步 人若是没有接受信心 这件神的礼物 就永远无法做出这个行为 虽然信仍然是人的行动 我们不会自然而然地去关心 这样一项如此简单 又无需功德的救恩计划 但是这计划确实存在 而且我们无法改变它 我们也应该不会想去这么做 许多信靠基督的人 他就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 信心的整个举动 在于简单地相信 耶稣是神命定的救主 并且完全仰赖他来救我们 你知道在属世的事情上 什么是信靠 你遇到一件难事 就依赖一位朋友 那么这件事就不再烦扰你了 有人替你还债 你就回家去 不认为自己欠债了 你信靠那人 现在耶稣对你说 我为所有信徒的罪受苦 神现在既能赦免罪 同时又是公义的 也为他惩罚了我 而不再惩罚信我的罪人 信靠我 依赖我 你的信靠立即就会向你证明 我替你死 担当你的罪孽 我替你受神的惩罚 这样他就不会惩罚你了 也为他处于公义 无法为了同一宗罪 既惩罚犯人 又惩罚替罪者 神不可能因你的罪惩罚基督 却又把这罪摆在你门口 他不会打发人替你打仗 然后又要你去服役 因为已经有人替你服役了 信靠耶稣基督的行为 是令灵魂处于蒙恩状态的行为 也是我们被主耶稣宝血 买来的标志和证据 亲爱的听众 你信靠他吗 你信 那么你就接受他 当灵魂这样信靠基督 就有了另一种形式的接受 外面黄金的信心之门一旦开启 里面珍珠般的情感之门 也会跟着敞开 信靠基督的人 也爱基督 我当然必须爱 不然我扔耳聋 一伙没有情动 主啊 融化这颗刚硬的心 使之要么死 要么爱 我不是先爱基督 然后信靠他 而是在属灵生命的开端 信靠他来拯救我 看到他确实救了我 于是我因他先爱我 我就爱他 我信靠他来救我脱离日常之罪的捆绑 然后我发现我真的比从前更能抵挡这些罪了 当我信靠耶稣 我就能把一种败坏踩在脚底 而在信他之前 我胜不过这种败坏 我发现他真的来救我 因此我对他说 我爱你 你是帮助我的 是我朋友 从那时起 耶稣基督就活在我心里 我不禁要用这样的话 在我里面活着的基督 在我们心里成形的耶稣 贾拉太书二章二十 四章十九节 等等 说起这些事 对属灵的人很简单 但对属肉体的脑袋就太难了 用一句话来说吧 就好比当人很爱一位朋友 可以说那位朋友活在他心里 同样 耶稣也活在他子民的心里 也为他们爱他 当人投身科学 科学就占据了他的灵魂 活在他灵魂里面 以至为居所 在其中建立 由科学统治的国度 同样 对耶稣的爱和信心 对他的事业的中心 进入填满了信徒的灵魂 这样 灵魂就接受了他 第一道门是简单的信心 圣灵的爱手 打开了许多 罪人心里的这道门 我们也祈求 你心里的这道门 今晚也敞开 多么轻巧 就能敞开信心之门呢 受教于神的婴孩 也能打开 你可能不明白 圣经的全部教义 但你能理解这一条 如果你信靠耶稣基督 你就是神的儿女 你可能无法像 受过教育的人那样 完成复杂的推理论证 失忆的想象 和行而上学的风雅 超过了你的能力 但以理书是 如果圣灵教导你 你就会看到 信心的行动 不是复杂的行动 而是非常简单的 简单的三四岁的小孩 也无疑能做的 有许多 只比彻彻底底的 白痴强一点点的人 也能相信 需要推理出来的教义 或许需要高水平的思维能力 但信靠这一简单的行动 不需要这种能力 即使你不识字 你仍可以相信这一点 神从天上降世 以耶稣基督 这个人的形象写见 亲自为你的罪受苦 以便既能赦免罪 又保持公义 我惊讶 居然有人听到了不信 听到这么美好的消息 居然不立即相信 真是令人吃惊 重复一遍 愿圣灵在听到的人心里 做成信心 神如此公义 他不能在不违反 自己性情的情况下 赦免罪 对于过犯 他必须施以刑法 但是 为了让联民 与罪铁面无私的 公义调和 立法者亲自来到人中间 用他自己的肩膀 承受鞭打 伸出他自己的手 感受定十字架的疼痛 受苦 流血 死去 现在 如果你信靠 耶稣基督这位神 依靠他来除去你的罪 如果你从现在起 就以他为你的王和统治者 你就会得救 要称谢神 也为我们有如此简单的福音来传讲 愿神灵许多人接受福音 叫他们可以做他的儿女 二 做神的儿女意味着什么 现在我们来看经文所说的 赐给信靠神子之人的伟大特权 凡接待他的 他就赐他们权柄 做神的儿女 权柄一词 这里也可以一座特权 古时有一位解经家 翻译家解读为尊荣 赐他们为神儿女的尊荣 那么 什么是做神的儿女 这一主题 需要让天使来讲 是的 即便天使长 也描述不了 什么是做神的儿女 确实 这种尊荣 超过了任何天使 能达到的程度 所有的天使 神从来对哪一个说 你是我的儿子 我今日生你 西伯来书一章五节 但每一个人 男女老幼 繁信耶稣基督的 从那世纪 都是神的儿女 你知道 身为好人的儿子 意味着什么 你们中有些人 不愿意放弃生来的权利 因为你是自己父亲的儿子 所以生所儿子的权利 你盼望 作为儿子 你可以继承一定的权利 这些权利 你可以暗示得到 如果我今晚站在这里说 我是王的儿子 许多人会羡慕无比 但是我说自己是神的儿子 你们会怎么说呢 没人心里羡慕这种福分吗 没人渴慕这种尊贵吗 人若不渴慕这样的荣耀 是多么冷漠卑贱呢 别以为 当我们说神的儿子时 只是在说没有意义的比喻 不 每个信耶稣基督的人 都拥有了父子关系 在任何情况下 所带来的全部权利和殊荣 只不过作为神的儿子 这种权利和殊荣更加着重 那么 我们有了什么权利 领受到什么呢 我无法给出完全的清单 但是我会给出一些 随着儿子名分而来的恩赐 如果我们是神的儿女 就是神所亲爱的 你有没有想过神爱你 我能明白神怜悯我 这种情感是那么高高在上者 对这么悲下者产生的合理感情 但是他爱我简直无法想象 尽管这是最为确凿 有谁能把这口井喝干 谁能把这一束果实累累的喜乐枝子 这串红的发子的已是个葡萄 背回家里 民述记十三章二十三至二十四节 神的儿女蒙父所爱 这种爱超过人的想象 其实 父神与儿女的关系非常亲密 他不仅仅是爱他们 神和他的儿女之间有一种联合 儿女身上有天赋的性情 也为我们既脱离世上 从情欲来的败坏 就得与神的性情有分 彼得后书一章四节 这些不是我的话 而是圣灵的话 若不是神把这话启示给人 人是不敢说这种话的 我们是充满万有 当赞美的神最亲近 最亲爱的 我们既为儿女 他就仁慈和蔼地恩待我们 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 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 诗篇103章13节 我必连续他们 如同人连续服侍自己的儿子 马拉基书3章17节 我们一生都有恩惠慈爱随着 我们要住在神的殿中直到永远 诗篇23章6节 作为儿女 我们得到了智慧的教育 父母若不把儿女养大明白知识 能够像成年人那样行事 就不会认为尽到了责任 我们在神的学校中守信 我们受管教 在他的账下变得聪明 我们学习的 恩典的启示之书 充分受教之后 他叫我们能与众圣徒 在光明中同德基业 《哥罗西书》一章12节 你的儿女都要受耶和华的教训 以赛亚书54章13节 没有拿索学校像神的学校一样 爱是校长 作为儿女 我们可以享有仆人没有的那种亲密 儿女可以向父亲说 做外人不能做的事 神向我们显明他自己 却没有向世人如此行 主的奥秘与敬畏他的人同在 他向他们显明他的约 我们随时都可以来到神面前 天父的门 从不向他无比喜爱的儿女所必 他知道我们的呼求 就像父亲能从嘈杂的声音中认出孩子的哭声一样 他供应我们一切所需 天父的爱心守望着我们 免得我们偏离正路 他赦免我们一切过犯 记住 父子关系是不能终止的 老话说 亲爹就是亲爹 除非他娶了后娘 意思是 娶了后娘 亲爹就不像亲爹了 但这仅仅指的是他的行为 也为他一直都是亲爹 他无法断绝这种关系 只要儿女还活着 他就一直是父亲 除非他不在了 当我听人说 你可以做一天神的儿女 第二天做魔鬼的儿女 我就想给他们买一本字典 让他们明白父亲一词的含义 他们真是大错特错 真是颠倒黑白 如果我是我父亲的孩子 那么我就是 不管人还是神 我说这话是心怀尊敬 都没有能力否认 收养关系可以终止 但血缘关系不能 谁生了我 我就必然是他的孩子 所以 如果我是神的孩子 是靠神的圣道 不能朽坏的种子向他生的 那么不管魔鬼 还是神都没有能力 夺走我做神儿女的权利 我是儿女 必定是儿女 这样 既然我们拥有这尊荣的身份 那么确定 永远 蒙福的产业 完美的教育 都属于属于谁 凡接待基督的 就是信靠他的人 可连颤抖的人呢 为何不加入这个行列呢 三 与接受基督这一行为 必然关联的大功 第三部分是 接受基督这一行动 必然设计的大功 信靠主耶稣的人都重生了 一群神学家曾经争论 一个人是先有信心 还是先重生 得出的结论是 这个问题永远无法回答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么从过程上讲 二者必定是同时的 属天生命在人信基督的那一刻 就进入了他里面 你可能会问 人体是先有血液循环 还是先有肺脏的呼吸 二者对生命都是必不可少的 必须同时具有 如果我信耶稣基督 我就不需要问自己 是否重生这样的问题 因为没有哪个未重生的人 会相信主耶稣基督 如果我重生了 我必定信耶稣 也为不信的人 显然死在罪中 所以明白了吧 没有信心的人 谈论的重生 是多么愚蠢 他们不可能重生了 不可能的 重生并没有伴随 某种程度的心理活动 或思想意识 这样的事 我们无法认知 重生不是物质的事 而是属灵的事 属灵的出生 必定意识得到 尽管人可能无法说自己 在某时某刻重生 但信的行动 就是意识到了重生 当我相信耶稣基督那一刻 就从自己的信心 看到了自己里面 已经开始的工作 里面是奥秘的工作 外面是信这一公开的行动 神把二者结合在一起 人不可分开 不信的就没重生 即便有最好的经过 主教按手 在头上按例的神职人员 已经给他洒过水 如果人不信 那么不管他有没有受洗 都没重生 如果他信 就重生了 尽管他可能从没受洗 在得重生后 习里可以外在地表达重生 此时这一象征就有价值了 但伊丽书氏没有信心 就没有重生 即便受洗一千遍 注意 信徒领受的是何等的心生 不是从血气生的 第一次出生 是从血气生的 既不是靠割礼的血 也不是靠逾越节的血 更不是靠血统 罪就会随血气而来 如果你愿意这样说的话 但属天的恩典不会 我们并非因为是敬前基督徒的儿女 这一简单事实 就生来是基督徒 我们做基督徒 也不是出于仁义 世上最好的人 也不能让我们成为心灶 即使他们为我们多多祷告 但如果他们的意志 偏离了神的旨意 那也无法实现 我们不是从情欲生的 也就是说 我们的自由意志 无法促成重生 如果一个人愿意 自己有一颗心心 那么我想 他愿意让自己 处于此种状态这一事实 就证明他 已经处于此种状态了 但以理书是人类的意志 本身没有能力带来重生 我们必须从上头重生 圣灵必须以其属天的活力 进入我们 让我们成为心灶的 因为这种属天的心生 对于永生来说无比关键 现在 我想我听到 有人不安的良心在说 刚才你说 如果我信靠基督 就会得救 我真高兴 但以理书你说 我们必须重生 这话那么奥秘 我很困惑 亲爱的朋友 无需困惑 如果你信靠基督 你就重生了 我已经告诉你 人若不先经历心生 来产生信心 就无法真的依赖救助 今晚 如果你能全心信靠耶稣基督 信他是神的爱子 把他当作属于你的 那么 尽管心生对你来说太奥秘 无法亏见太多 也为风随着一似吹 你听见风的响声 却不晓得从哪里来 往哪里去 约翰福音三章八节 但你的信心足以表明 你已经得到了这种心声 我不想为了弄明白 蒸汽机里有多少水 就打开他的锅炉 看水位表就可以了 信心就是人类灵魂的水位表 有信心就有新生命 没有信心就没有新生命 无需为了找出人的灵魂 而解剖的把他大写八块 这样做会死人的 你只要看到他有行为 动作 精力 你把手放在他胸膛上 感受到了肺的呼吸 那么你就知道他有生命 可以说 信心就是属灵肺脏的呼吸 如果你信耶稣基督 你就是活人 你就重生了 不是从人一生的 而是从神生的 在结束之前 我想问一个问题 你们都接受基督了吗 是还是否 聚集在那边走廊里的人 我不是要问你们 一般去哪聚会 属于哪间教会 而是问你们 有没有接受基督 先生 我们受洗了 此时我一点也不在意 你受洗没有 这个问题 要在解决了 先前的问题之后才考虑 你接受了基督吗 我们领圣餐 这没有关系 你领受了基督吗 你是否信靠的 单单信靠的 对于这个问题 现在你的灵魂 可以这样说吗 立在基督兼顾盘时 其余根基全是沙土 你们每一个人 有没有领受耶稣基督 如果你没有重生 是为什么呢 对你来说 接受耶稣 是不是有什么难处 我有时想 我可以向一群蛮族 讲十字架的故事 他们还有足够的文化 来明白 神成了肉身 住在我们中间 人没有受该受的刑罚 却由神来受了 也为公义要求 进行惩罚 而他替罪人受了刑罚 我想我看到 他们眼睛闪着光 我想他们的心 必定融化了 但是 你们常常听这个故事 听的耳朵都长老简了 尽管如此 我还是要再问你 你接受耶稣基督了吗 我对此没什么经验 有人叹息说 另一个说 我懂得不多 还有人喊道 我们参加家庭祷告二十年了 也有人说 我给一些慈善组织捐了二十金币 我的名字都记下了 好的 这些都很好 但我今晚不在意这些事情 我想知道的是 你接受基督了吗 有人说 当然 爹娘把我养大成基督徒了 但是 你不可能被养大成基督徒 重生必然让你降悲成基督徒 你的本性必定发生改变 正如我先前所说的 我们并不单单是向那些邪恶 堕落之人传讲福音 我们在向你们这些出色的好人 传讲福音 你们诚实本分地做生意 你的道德水平 令你在同僚之中地位很高 合力极群 即便你们也必须重生 女士们 先生们 不仅卑微之人中 最卑微的和贫穷之人中 赤贫的必须重生 你们也必须重生 我们传给女王陛下的福音 跟传给庇护所中的罪人 少管所中的不良少年 是一样的福音 在这件事上 你们谁都没有例外 你们可能道德水平参差不齐 我们为此感恩 但你必须重生 就跟世上最坏的反贼一样 在座的朋友们 你们都接受基督了吗 我知道你们中许多人已经接受了 你们的心因他的名而雀跃 你可以说 耶稣每逢想念着主 愉快充满心怀 但是你们中也有些人 还没有接受基督 我说的不仅是偶尔来的听众 也包括经常来的人 你们接受了我 你们相信我的话 但没有领受基督 你们不相信他告诉你的话 相信牧师是一回事 相信耶稣基督是另一回事 但愿你们不会因为 有什么事是我们说的 或者是我们看起来赞同的 就接受你必须靠着神圣灵的能力 使之像火红的烙铁一样 烫在你心里 否则这是对你来说就没有用 几小时前 我站在基督里的一位弟兄床前 他病得很重 就要死去 他没法大声说话 但他柔声 在我耳边呢喃的话语 十分宝贵 他不需要临终时与神和好 他不需要那时才寻求基督 而是安静从容 充满了完全的平安喜乐 他问 他不会离开我的 是吧 他不能背乎自己 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三节 我可能沉沦 但不可能沉得比他要去的地方还深 也为使他永恒的绑壁拖住我 哦 弟兄姐妹呀 福音教义的字句 对正在死去的人没有用处 你必须心里有福音的灵 否则你不可能得到福音的安慰 相信我 死是严峻的事 基督徒平安地死去 但这对他来说 不是小孩子国家家 我们有一些人病痛时 就知道该非常急切 留心地为自己寻找证据了 我已经翻来覆去 查看自己证据保库中许多陈年旧事 要看看是否会这样 生命册上读出我名 照我回复家里 并且唱这样的诗句时 喜乐风足 万古牌石为我开 容我藏身在主怀 又唱 两手空空无代价 只靠救助十字架 听众朋友 你们有些人又如何呢 那日就要到来 那时 这幢房子里这么多人 看起来就算不了什么了 那时 这一大群人相比得救的众军 就像一桶水里的一地 靠生响彻天地 唤醒死人 义人和恶人都要站着受审判 我们都一样 这里的人没有例外 在那可怕的日子 没有缺席的借口 而那时这个问题是最有分量的 你接受基督了吗 我想 我看到收割庄稼的进来 他正在赶来采收世界这个葡萄园 也为葡萄成熟了 不敬钱的人 会先被收集起来 丢尽神愤怒的酒诈 施行公义报应的天使 会踹那些葡萄 直到血流成河 你要列在索多玛 和摩拉受咒诅的人之中吗 你们伦敦的男男女女 住在纽音顿和沃尔沃斯的人 你们总是听福音 那么你们会在那里吗 你们会被丢进耶和华 列怒的酒障呢 借到会因你们的血而被染红吗 还是说 你们会在那边 基督不让任何天使来 而是亲自拿着金镰刀 收割黄金的粮 一岁又一岁 一路欢声笑语带回家里 收尽天赋的骨仓 那日 你要将他视作为你的神吗 你要喜气洋洋地看着他吗 你要在空中与他相遇 永远与主同在吗 铁撒罗尼加前书四章十七节 若是如此 请接受耶稣 他也会接受你 接他进你心里 他会带你进入天堂 接受他 他的十字架 他的百姓 他的福音 他的教义 接受他 持定他 无论好坏 那么即便死 也无法让你跟他分离 在他显现的那日 你会与他同在 愿主用祝福来印证自己的话 你的天堂 你会带你 你会带你